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婆 嗯 我被猜完了 唉 这个信用卡怎么还呀 房贷怎么当呀 早知道去年就不换床了 不行我要复工 我也想复工 我都要憋疯了 什么时候复工啊 我刚训了房租没钱了 真的没问题吗 是也不用那么着急吧 我们做好防护没问题的 一会儿咱们公司里见 行 鸟 时隔两个月的重逢 大家很想来个大大的拥抱 就远点两米距离 两个月的隔离期 好久不见 哇你别瘦了 有的人在默默减肥 而且你们都变白了 有的人捂得更白了 又是这些车 又是这些人 又是这样的风景 我们又要出发 加油加油我们复工了 别提加油 我刚加的油花了好几百 对于他们来说 不拍节目就等于没有收入 你别开错路啊 而两个多月的封闭期 有些人比他们更难熬 不是主要这家店呢 是刘岛朋友 他这朋友也是特别着急 大家听到那个鱼了 所有餐饮人也都很着急复工 为什么我们疫情复工第一家 要吃刘岛朋友在餐厅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能躺熟的店 哎呀 这帅哥是谁呀 人终于凑齐了 复工的第一顿 好久没有来客人了吧 人情归人情 还得拿味道说话 哈喽 如今什么清闻礼 碰鼻礼 法式热吻 欢迎欢迎欢迎 咱们这就一行期间 咱就握上了 都不如咱们传统的拱手礼 更安全 这位和刘大胖一样满嘴金腔的小伙子 这位是刘大胖的朋友 看给刘大胖 做足了防控措施 疫情好长后 老板就赶紧复工了 现在这个疫情期间 是不能超过三个星期 而且就是多的菌 就是一米 这家店主打的也是居家隔离期间 很多吃货们非常想念的火锅品类之一 今天要吃涮肉 关键是他们家还有疫情套餐呢 涮羊肉的疫情套餐 所谓疫情套餐 原价是198 现在这个疫情期间的价格是120万 说白了就是打了个大折 打折的目的是靠薄利多销 回回本 这是香菜 为了节约成本 老板你都当服务员了 人手不够啊 老板都得自己动手了 来 我也来给你充当一把 谢谢 谢谢 别客气 小小师妹不光是怕你忙不过来 想念很久了 也是想赶紧能吃上一口 好嘞 这还没开始吃 这一会儿饮料一会儿酒 这送的 老板就送了不少东西了 现在可以下点肥的润润锅 这是羊尾油 这盘羊尾油也是送的 哎呦这一下去这油花你看 油花就出来了 铜锅涮肉都是清汤锅底 羊油润锅是必要的步骤 先来这些瘦铜锅 这个是羊腿肉 汤上浮起一层油花 就可以来点偏瘦的羊腿肉了 这羊腿肉啊带着点粉红色就是最好 铜锅润锅 先切的厚片羊腿肉 也仅仅只需要涮十秒 干杯干肉 塞满了鲜嫩多汁的羊肉 真香啊 哎呦为什么 幸福啊 涮羊肉的锅底用料没下什么功夫 所以肉的品质太重要了 真的一点都不差太棒了 会有那个羊鲜 这一家的羊腿肉不腥不山且鲜嫩无比 这算是正宗的 小小师妹还没去过老北京的馆子 吃过正宗的涮羊肉 我觉得很容易 而正宗的涮羊肉 最重要的就是肉要新鲜 每天凌晨的这个烹饭商里边来现扎 然后我们就去采购 然后头天如果上来的肉 没有加工从这种半程度去吃 你是可以吃回去的 特殊时期 这一家店的货源老板 也是让利经营 北京人说这个有麻将一切都可以蘸麻将吃 万物可皆可蘸 对 老北京涮肉的另一要点 还要看麻将够不够香 每一家的麻将都不一样 在北京开涮肉馆子的老板 不是有自家珍藏的麻将秘方 就是要先花重金买得一份 他们家的这个麻将 我来之前就听说了 跟别人家和传统的都不一样 传统的麻将都是两分芝麻将和八分花生酱 俗称二八将 它是三七酱 七呢就是花生酱的比例 三呢是这个芝麻酱 这一家的是三七酱 它不是那么厚重但是又很香 这个比例降低了浓稠度 提升了麻将香 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了 有韭菜花 葱 然后呢 香油 蚝油 杰森他们也只能探索到这个程度了 剩下的几十种配料的复杂配比 就属于人家的秘方禁区了 然后我们再尝尝这个肥牛 对于这些已经馋到毫无耐心的人 还有你发现同胃有个最大的可燃吗 嗯 烫一下就熟的薄切肥牛 真是善意满满了 虽然不是鲜肉 它不是那种冻了以后很过的那种散口的肉 还是蛮弹 蛮紧的 但也是肥瘦相间 入口肉香四溢的极品了 你们还看得下去吗 没有啊 但满满一桌的荤素搭配 一百二十八的价格也是诚意满满了 刚刚那两块过瘾了 爽 不过瘾 平时在外面吃肉都是这种阵仗的 老板 加肉 更别提大家已经馋了这么久 上到桌来两份 后腿肉也得来 装盖要两份 今天兄弟们啊管够啊 Jason他们想解锁一些更过瘾的吃法 于是 能处熟了 能处熟了 大家的食欲已经被彻底激活了 我第一次这么吃虾滑 这个不止过瘾还过分啊 这边过分地吃着整条虾滑 那边大口地吃着肉 杯个杯 期间老板还不停地送东西 哎呦 哇 我什么是看你的视频啊 小小师妹 这家也是糯米的东西 太小牌了一点 说起来小小师妹很久没有进食糯米了 你太开心了吧 你太懂我了哥 迷友 不是你们看我瘦了吗 就是因为其实我借了一碗时间 但是太想念这个味道了 吃不动了 嘗嘗嘗嘗嘗 也真吃不动了 我去摇干一下 干杯 太好吃了 肉也好 新鲜 香也好 疫情期间 老板也实在是憋坏了 心情不错 心情非常好 不要人跟谁说 难得见了点人气 他也很想跟咱们聊聊 本来是师傅给你 有点回答过 但是师傅 得理呢 哦 复工的老板 靠仅有的几个员工 努力维持着生意 我常来 这个价格还有利润 很少 现在基本上呢 就是没吃 复工的大家 比以前更认真了 可以啊六道 找得很好啊 我也投回来这家 确实挺好吃的 而复工的杰森他们 找回了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一起享受美食的快乐 老板 店也好 吃的也好 价格打折 品质不打折 还打折啊老板 没想到结账的时候 又打了个折 捧场上情分 嘿嘿 把好吃的推荐给大家 这是本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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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来来 喂 你长 哎 严拿 这不是什么情况 你不就开工了是吗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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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眼馋了 你那店够不进来 我之前带你去的那家 你一定要过去看看 你一定要过去看看 何老师 小韩 你也早刚刚给我打个电话 推荐了一家店 你才是哪一家 啊 不是那一家吧 连店名都没说 大家就已经心照不宣了 何老师 下边来给我吃饭去 我知道一特别好的地儿 喂 小韩 吃饭去 我知道一特别好的地儿 真的真的特别好吃 这边就是推荐正常里面了 对 身边很多小伙伴都为他安利 且打卡过那家餐厅 好吃确实挺好吃的 那行 晚上定个位子啊 前面有一傻子在那儿跳 你看了吗 又是一个疫情期间憋坏了的人 你会打菜了呀 自作主张 早早的就来这儿等着了 最关键的是 怎么偷偷摸摸的就开工了 更关键的是 为什么一定要推荐这一家店 我是觉得如果我不推荐给大家的话 推荐给你们 那太不够意思了 只有吃过才知道了 咱们都需要登记啊 好 这家店我好喜欢 因为它很复古 这里是大家都没经历过的年代风格 都是很精致嘛 它是七十年代台湾风格 精致的可不仅仅是装修风格 对啊 这是给那个装口罩的带 装口罩 哇 防控疫情的措施也更周到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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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老板你看着好眼熟啊 跟盐导长得有点像 因为他一直在推荐你家 您要过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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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你肉骨了 和我人性盐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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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之前见过吗 见过 我点得很像啊 哈哈 忽悠 接着忽悠 妈我想起 是不是有些在队友的那个房间 行吧 既然是经济层导演推荐的餐厅 这里面有一道特别特别厉害的菜 就是所有的菜不吃 你这道菜一定要点 既然他这么了解 所以今天的菜应该不用我们点吧 小姨 你还好吗 那就再给个面子 你们一定要先吃那个 你们一定要先吃那个 先尝一尝他极力推荐的招牌菜 可不可以 可以 猪肝很容易做得又干又硬 就是外面有点微焦 然后里面还是非常软很嫩 火候的把扣太重要了 它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牛舌的那种韧韧的感觉 对吧 但光靠火候又没法嫩到极致 它切的还是比较相对来说厚一点 所以特意切厚了一点 不要怕腻啊 嗯 会吃的超客都会爱内脏 微甜的酱汁把令人不适的味道基本掩盖住了 就是那种油润鲜嫩多汁的那种 以为此时吃到的已经是这道菜味道的巅峰了 这个是配菜吗 还是个装饰啊 尝一下 却忽略了旁边还有个配菜 芒果 诶 有点接近了 老板这个是什么呀配的 这黄黄的 老板还饶有兴致的卖起了关子 不是芒果就是木瓜 吃起来是水果味道 味道酸酸甜甜 是水果无疑了 木瓜对了 木瓜 木瓜吗 但又不只是木瓜 还有一种是 还有一种是 百香果 百香果 啊 这是生木瓜丝和百香果拌在一起的 我们用这个百香果拌生木瓜 来配上这个猪肝尝一尝 嗯 它会遮盖到一点嫩 不甜 这种天然味道的奶茶 就刚刚好了 来 最期待的 下一道是台湾省菜中赫赫有名的 好像大家认识的台湾菜都是从这道菜开始的 家常菜三杯鸡 嗯 九层塔好香啊 嗯 台湾省特色的三杯鸡 是入口要有浓郁的九层塔香气的 但是这个菜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台湾菜 可是它最早是从江西 是的 带过去的 但三杯调料的秘方是不能变的 三杯哪三杯 油 酱油 酒 油 传统的江西做法是一杯甜酒酿 一杯酱油 一杯麻油 对不对 猪油 猪油 米酒 台湾省做法是猪油代替麻油 米酒代替酒酿 说这个三杯鸡 我觉得他们家的三杯鸡是偏咸口的 嗯 然后我们之前在北京经常吃的那个口味 我应该是偏酸甜有一点点 人上了点岁数 就不喜欢酸甜的小朋友口味了 还是这东西痛的 肉是肉 是吧 味是味的 这就对了 吃什么都追求清淡 讲究食材的原味 这个菜168你们说贵不贵 这个量168贵吗 以及高级一点的食材 168是打折之后的价格 费力是吗 费力 应该是很好的牛肉 部位是偏瘦一点的费力 是用了黑胡椒放在里面 然后还有炸蒜 做法是偏稀式的 嗯 吃不吃 吃 做的嫩呢 费力的特点就是虽然瘦 却非常嫩 澳洲的牛肉可以 澳洲牛肉费力 我觉得可以 而且这个量还是挺大的 又是进口又是好的部位 这么看来价格确实不算贵了 而且非常奶 奶香奶香的 奶香是因为还加了黄油 真的很颠覆我对台湾菜的认知 我认为啊台湾菜我说三杯鸡什么什么柯仔煎 这种融合了新式做法的台湾菜 是Jason他们第一次见 没发现吃那么久 如果不配饭 真的觉得太缺点了 在桌子上摆了半天的饭 Jason他们垂涎很久了 卤肉饭 滴肉饭 肉造造饭 猪油饭 这三种都是台湾省本地特色的拌饭 对我理解是不是台北叫滴肉饭 对台北人吃滴肉饭 人家人吃肉造饭 狭长的台湾省南北部的饮食也是有差异的 先尝尝这个肥的滴肉饭 这一家的滴肉饭看上去相当肥 香 真的香 这个五花肉太糯了 关键是它那种香是很棉酒的香 用这么肥的五花肉 加工不到位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肥而不腻 你就是你闭上嘴 然后所有的那个油都在你的鼻息当中 就是这样 这一家滴肉饭能做到大口吃都不腻 香吗 挺香 火候和用料都要精益求精 老板这个米应该是东北大米吧 对 盘紧 盘紧 东北的老板又带来了油润的东北大米 香上加香了 肉造饭就是比较瘦 肉造饭瘦一些更容易接受 要说刚才那个呢 你觉得糯吧 这个就稍微有点硬硬的那种肉的感觉了 但香气就不及卤肉饭那么浓厚了 它这个呢就是香气很冲 让你一下子就吃到那个油润的味 这个它的那个香味藏在肉里 你要越嚼 我觉得它那个肉香会慢慢散开 最后一碗猪油饭 滴下渗出一层油这饭 不用了 你们看 吃的就是纯纯的猪油和米粒融合的香气了 如果说最喜欢的话呢 我肯定是肥肥的鲁肉饭 我选瘦瘦的肉造饭 当然猪油饭也真的是很香 如果你想配所有的菜的话 直接猪油饭来配也可以 吃到现在连主食都很精彩 沿岛行啊 可以吗 非常有水平 可以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拍来晚饭 有史以来你推荐的餐厅最成功的一家 终于能理解经济层导演为什么力建这家店了 可以吧 这真的可以 真的 我刚发了微信 对我好朋友 我说这家台湾菜我得带你来 颠覆了这些没去过台湾省的人 对正宗台湾菜的印象 这个理由就很有说服力了 我点几个菜带走 甚至有人已经等不到下次再来了 今天的话是周年庆 七折 复工的第一天吃的这么过瘾 还接连遇上打折 这么多点点了一份又一份 一零八八 你看多一点 一零八八 一零八八 我今天就要翻发 才发现能继续工作 是一件多么让人安心的事啊 喂 喂 宝宝 把家里的盘子碗刷刷呗 晚上有大餐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回复工月 就能获取最全的餐厅信息哦 持续更新中 前几集 煎炒烹炸 被很多观众称为 会做饭的人 今天咱们来点简单的 就吃米饭 就吃米饭 这是虾条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三碗饭 拍节目的时候呢 那个东北老板就提到了一个 他最喜欢的吃法 最好吃的就是三合一 三合一 爆炸 爆炸 热量爆炸 今天我们来试一试 这个呢 就是我打包回来的这个 卤肉 猪油 还有肉燥 那么在店里面 老板是盘井人 所以用的是他老家的大米 非常好啊 耶 Jason今天呢 也要用Jason老家的大米 黑龙姜的大米 吃喝杂货店热销的 五常大米 今天我就用这个来试一试 好香啊 这个米 比例饱满 最后我们发乳肉 我不客气了啊 我先来了 真的好吃 你知道那个卤肉上面那个肉粒 再加上那个肉燥 最后有一点点葱油的香气 就是一种丰富的错感 虽然它只是一碗饭 老板会配啊 如果是胃口浅的效果 你们就不用这么尝试 爆炸饭了 五常的稻花香啊 本身它油脂就比较丰富 如果你怕腻的话 这款五常大米呢 已经在吃喝杂货店上架快三年了 而且一直很畅销 已经卖了将近13万斤了 诶 这个就是今年的新米 包装整个也变大了 之前是五斤一桩的 现在整整一袋是十斤桩 看这里 X1吃喝杂货店 这是属于我们的专属包装和专属特务 其实受到环境 还有种植面积等各方面的影响 包括天气 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 东北五常的大米 它其实产量并不高 看这儿 黑龙家五常市小山子镇双立村 还记得我那个朋友吗 小龙 我们亲自去他们家的地里看过 那这些米呢 都是当地的乡亲们 自己种的是真正的五常大米 其实关于如何分辨真的五常大米 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那比如说 要看每一粒米上面有没有腹白 这米尖上面有没有月牙的形状 还有就是 其实真正的五常大米 并没有那么过分且夸张的香气 详细的呢 大家可以去我们路见不平来晚饭 哈尔滨系列的最后一集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路见不平来晚饭的微信公众号 在左下角就可以找到吃喝杂货四个字的按钮 进入我们的吃喝杂货店 赶快来买属于我们 X饭吃喝杂货店的专属特供五常大米吧 那很多小伙伴最近发信息问我 你们节目的存料还够不够啊 节目会不会断更啊 现在的疫情虽然还没有完全明了 但是在严格的监管和大家的小心下呢 很多餐厅已经开始复工了 所以接下来来晚饭呢 会给大家做一系列疫情期间的特别节目 所以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哦 关注路见不平来晚饭官方微信 进入吃喝杂货店 如微信已升级新版 可点击任意一条头条文章下拉至文末 长安二维码就可以庆典购买新一个产品咯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世间万物皆不可称完美 即使是XFUN车货俱乐部 一路发展到现在也依然有所欠缺 缺什么 缺人 非常缺人 想不出一些节目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有一群人为此 结果99道工序添加81道风味 在那儿节目最终上桌 上线不应当不应当 我们都只是小可爱啊 整天哭着喊着要加入我们的你们 不要说我们没给你机会哦 我们需要 后期包装 平面设计 节目编导 电商客服 新媒体编辑 以及会计 可以没有经验 但是要有态度和技术 觉得自己有戏的戏精门 快把简历扔过来扔过来 但是 在这之前 我希望你想清楚 因为你一旦加入了 等待你的 将会是 见偶像 便宁员 被头位 被日常头位 给高级头位 作为幸福让人发胖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可是很认真的在招聘 那些说不只会吃什么都不会呀 不出来面貌一无是处啊的人 出门隔壁 小鲜肉专幕处投递简历 不送啊